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千尿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亞冰90分鐘耐久賽 第十五賽PC2 A組在紅牛 再一個 第五名 那是我的畫面 我正追上了渡邊 在最後一個彎的時候 一追上馬上就從旁邊 占軍內線 然後一口氣插過去 直接在直線 成功插車 第四名 這是謝老闆的畫面 謝老闆這場還蠻慘的 撞爆了 現在從PIT裡面修車出來 剛好出在勝手的後面 我來的冰原被套圈 起老闆必須努力 這場比較特別 這場是在 晚上 這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 好晚上的 遊戲 NC跟GTS都不行 GTS有一關啦 好像扭二四那一關 所以 剛晚上除了那個之外 都沒有辦法 想要走關線 經過走太遠了 還好來一個非常大的湖 延續完道區 這老闆路線比較好 一口氣接近 進到勝手的內線 下一個彎還是右彎 不用到下一個彎 這老闆車鎖已經超過勝修 直接通過了 這就沒什麼能守到啊 也是一個很快速的超車 第三名 比賽差不多進到後半的時候 我掉到後面第七名 然後追上第六名的蛇軍 我們要搶第六名 我們剛剛通過這個 再好好連出彎 現在兩個右彎就要結束這一圈了 這邊稍微滑了一下 有一點小失誤 我有救回來 跟著 還沒有辦法吸到尾流的距離 有一點小失誤 一個彎我上車上鋪頭 一個彎比較通通的關係 這個 走了一個很奇怪的內線 玩的時候 這個褲子走得太外面了 也是有慢下來一點 距離並沒有拉開 紅牛賽道最緊張這個彎了 這個彎我也覺得非常的困難 好 手絕稍微調整一下車失誤 磨出來一陣白煙 路線也偏掉 但我沒有給到這個機會 繼續跟著 隨時準備進攻 隨便我從外側 打到怪神軍並行 熟軍自己嚇到 開出去 慢了下來被我超過 成功拿下第六的位子 第二名 這個是 橫圓的畫面 橫圓現在正在追擊翔哥 是一開始就爆掉的 如果超過翔哥就可以拿下第一名了 後面追上來很厲害 和兒一起超過 這一組最緊張的那個彎 atrás我投線外拋 下一個彎內線被偷根站去 超過了嗎�超過了 而且接下來這個彎藤的還是內線 一個路線交換 翔哥有機會從裡面超車嗎 出彎處 並行 很可惜下一個彎翔哥還是在外側 總圓連續搶了三個內線 翔哥沒有機會反擊 成功超車 第一名 起跑的時候 現在是翔哥的視野 翔哥是甘衛起跑 後面有人慢起跑 他才人低了 走完翔哥順利的保住了第一名的位置 趁前進 可以看到地群的畫面 這就是翔哥的阿仙超車成功 從第五上下到第四 下一個目標就是我 過了這個最離的彎道 他就很慘了 接下來比較緩的彎的那一天 一口氣通過 超過之後馬上了一個煞車 哎呀 我一個緊張就自己開出去了 跳完取代我 把第四的位置 蹲在街群後面 前面的翔哥 對藤原 也在那彎超過 那邊跑不開了一點 現在 趕快出來努力的反擊 變成了 他要過來了 這裡還有謝老闆 在這個外面 有一點滑了一下 看到輪胎的反打 就很快就結束了這個 載到了一圈台 一分dash底條而已 三個瞄準的外側 可是在定位前都沒能拿到變形 我就要在路線交換嗎 就很快就結束了 弓線交換變形了 不管翔哥是內側 這個甲腕不算 整體來是這個法甲腕 斬定內側的翔哥 沒有超出成功 差一點點 外側被藤原纏回去 進群跟著藤原路線 有機會趁這個機位 一次超過翔哥 超過了 太慢下車了吧 進群 直接衝出去 被藤原稍微掃到 啊 藤原吸口 翔哥抓到藤原 這老闆抓到翔哥 進群 炸彈嗎 進群 這要滿車好像壞了喔 看起來一晃一晃的 啊 下老闆失控出去了 這剛才車真的是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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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剛才車真的壞了 這剛才是吹過拉線 現在下老闆到第四個位子 前面是後邊 後面是剛剛車木的旁邊 後面是剛車木的旁邊 後面是剛剛車木的旁邊 結束了第二圈 吹邊好像 小巧的失誤 整個距離大拉近 我吹邊擋住了這個路線 維持人本的外面外 沒有做防守 轉去不變 轉去不變 躺在企圖超車 輕輕碰來一下 超過去 拿下第四 本期的髮夾彎 沒有進攻 一次進攻兩台也太誇張 這個進攻比較合理 裹下一個彎藤的很有可能 可是沒有維持跟著的狀態 阿賢自己小失誤 開到外側 阿賢的距離就拉開了 不過前面兩個在纏鬥中 纏鬥會變慢 而且還是有機會的 一圈就快要結束了 路邊的防守屯面 似乎沒有什麼機會超車 不過這麼近的話 等等直線 突然吸上了尾流 閃到內線 並行超過了 繼續守著第一彎的內線 確認超車成功 把前面的季群也追上了 追上了第一名的是翔哥 還關燈 衝 以為是在演頭文字D馬技群 以為是在演頭文字D馬技群 再推下火 必須沒有在當炸彈 想夠稍微失誤 超市抖了一下 那群又閃燈閃燈 想看到路線好像有點慌了 因為壓力的關係嗎 還是關燈招式錯效了呢 繼續閃進內線 沒能打到地形 前面的位置還是翔哥的 翔哥在這個彎開到草皮上 回來的時候蛇星蛇星 整個速度慢下來被繼續打到機會 又是在大直線超車 看來這關大直線是最好超車的時候 翔哥在第一彎 從外側 取回前面的位置 很可惜沒辦法 旁邊的草皮加速還是沒有辦法達到那個程度 一群躲下第一名的位置啊 然後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的狀況發生 那 翔哥還關燈企圖換機 可惜沒有效了 那我們這次的精彩片段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訂閱並打開後面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突破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那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